PASSIONTIMES.HK DEE慘過運時坑影震閉藝 唯一的勝趣,我有什麼計? 全部薑屍都用了,你先薑圖 喂,來,來,來 喂,哈嘍,有沒有聽到單新聞啊? 薑B,我們的薑B,又被人罵了 喔,我真是慘啊 唉,他呀,這次呀,這件事呀 但是那個什麼,我的天堂城市的首映帝 他又被人罵啊 但是,這次我也是撐不過贊助商 喂,他們呀,花了這麼多錢做官名贊助 當然是想向他們接觸薑B的啦 之前那個松草帶冷漏幾千萬的廣告費呀 不是也是為了跟佳心BB合照 BB是想歡迎一點,不是吸金一點的 對啦,還有官名贊助啊,都是想提供品牌的知名度 這次這件事,還收不到好好的成果嗎? 多少人關注呢? 是啊,話說是香港的首映禮 在香港,看好東西的電影在台灣拍的 還有女主角,姜B來的嘛 啊,送文化嘛,對不對? 你喝這個女主角,病在裡面 你姜B就拿了風頭,拿了彩 站在中間位,這些本門導致 妹仔帶過主人堂 還不須香港呀,還堅持好香港故事呀 一搞到,媽媽女客都不去香港 就買家貨了 姜B當然不是女主角啦 人家是男主角來的嘛 這件事呀,證明姜B身為香港的頂流啊 不是流的 這些就是香港的天王級數咯 另外兩位主角呀,一定見識一下啦 喂,粉絲見到一張那麼耀眼 又那麼大張的郵票 一定忍不住去集郵啦 又說黑春又說成呀 欸,巨星就是這樣的啦 你們呀,兩位主角呀 不夠人大張呀,就沒人集咯 你們說集郵,你小心點呀 這些集郵,我們香港的集體會敵你呀 是不是呀 集集一下,哎呀 會不會變成集,女粉絲也有啊 這關著,會不會有流出啊 哎呀,阿祖宏姐說得很有道理呀 我就覺得呢 姜B這麼多粉絲呢 那些粉絲的熱情衝上去呢 都是磨了一口飛的 而我覺得女主角啊,宋林華呢 其實就太大醜了 因為我覺得其實她大可以呢 就超越了一份 跟那些粉絲一起 阻礙著姜B一起合照 這樣才對的啦 是不是呢 因為現在呢 都不是我的少女時代那個時代啦 是不是呢 就不需要呢 把那些感情收起來的 她遇見姜B這麼合運呢 是應該呢 和她一起合照的 所以說呢 宋小姐 不應該這麼害臭啦 一如一起合照 這樣就適合了 就不會被人 被罵你一遍 我就說姜同姨 臨場反應不夠的 是不是呢 你明明知道 宋文華是女主角 和別人走來嘛 過海過江都是走的是不是呢 你怎麼都要給回中間位 和女主角女師來的嘛 是不是呢 你沒理由霸佔自己 霸佔中間位 霸佔了目光焦點嘛 是不是呢 你見過那些ID 會形成洶湧 你拉過去 一起在中間拍照 那不會有法則學院的事 是不是呢 被人罵一下 是不是 唉 姜B 你臨場反應真的太差 要跟了好嗎 宋夫 就算她不拉 我也不覺得不尊重 喂呀 那些贊助商粉絲 是拍完大合照 才和姜B自拍的嘛 他們呀 給了這麼多錢 撐姜B的手影 不是自拍幾張 鋪上網威嚇都不行了嘛 還有 我覺得他們已經很克制的了 好似剛才啊 記者報警啊 如果給我 有這樣的機會 這麼緊接到姜B 我一定忍不住衝過去 抱上去 轉回男的 嘩 看看姜B的身形 就知道她一定好好抱的了 還有她一個面珠金仔 實在很好喜歡的 這些才是粉絲來的 粉絲當然是熱情的 看到偶像熱情 等什麼時候才熱情呢 我覺得香港人 可能太久沒見過一個熱鬧娛樂圈 這麼小事都少提大作 對不對 應該見識多一點 以後應該多一些粉絲 這麼豐熱的行為 香港人記得一些娛樂圈 就是應該要這樣 但是我看到一場舞者 剛才那樣的姿態呢 我覺得很醜 身為香港人 竟虧香港的女人 對不對 好像十幾年前 有一間賣衣服 給一些大隻的形男出來 做波動宣傳的 給那些女人當眾的網上 我想她當年也有去過 對不對 又抱又姓 喜不自製 雖然姜B沒有賣過 對不對 但是你也不可以任得 那些香港的女士 當著台灣人面前失態 對不對 你現在調停一下 哎呀 真是叫大家冷靜一點 對不對 不過也不怪大家 Germy 他都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剛才是什麼 就是要吹奪自己的幾個馬 想不到 那晚正值龍虎之年 的姨姨 都逆而對她這麼著迷 你盡了另一個人 就算了 你呀 你依依得罪你 現在你們呀 還有這些網民 經常說姜B粉絲年齡層高 還叫我們什麼薑嬸 什麼老薑湯 哎呀 這樣證明了我們姜B 就是出名下神人 你們男人呀 到60歲 都喜歡18歲的妹妹就可以 我們喜歡年輕人 就要給你們說的 老牛吃亂坐就可以 老牛煲有薑就可以 是的 比較嚴重其事不行 我覺得 正所謂 薑就老的辣 自然薑粉 都是要老的才會熱情 辣就是熱情 所以說 這是一個分工來的 年輕人專心讀書 專心上班 追星的活動 留給一些空閒的嬸嬸 讓他們可以做 這樣才是適合的社會分工 是嗎 是 不過那些嬸嬸的控制不了算 是嗎 不過控制到他們入場 是嗎 我見那個記者會 那個丑英麗 那些記者訪問他 喂 姜妹 你對於這個票房 怎麼看 姜妹就說 只沒什麼留意 還有沒有平常心 喂 大哥 在拍電影 票房有多少 你都說沒有留意 你這樣也說得出 雖然虧的錢 不是你的錢 但你不會這麼著感 你都知道自己 在生靈下 這些薑粉 就會馬上衝 薑糖 你不太刷 是不是 之前那套 什麼媽媽有了幾個 他都是那樣 那些靠薑糖 進去多刷 拆到 多刷 姜妹 你應該就會 摘一下嘴 摘一下 這幫薑糖 是不是 這樣說 不關事就算 你明白嗎 終於算了 他不說 我們都會入場支持他 說真的 這套戲 在台灣 收41萬票房 現在 香港上了幾天 已經有100萬了 那又是因為我們的薑糖 那41萬 還有不少是我們 飛過去看的 現在你們在網絡 攻審薑糖 贊助商 還是過拳抽版 沒有薑糖水 你們生存都難了 我覺得薑粉 其實很心良苦 他們這次衝上台 結果就造成的話題 炒熱了 大家就注到這套電影 自然 就令大家更加上去看這套電影 其實 他們應該是特地這樣做的 對 所謂失態的事情 他們背負著這個被人摘滿的罪名 然後炒熱氣氛 真是共心良苦 不過呢 我看怕 下次還有這些 首映禮 還有姜唐 姜唐出現 都要我出馬 知道嗎 功夫 學功夫之下 對吧 我做醜人 我做保安 包括我對著 現在一個打十個 誰過來掌握風頭 我就對付他 當然 誰想過來給我拍照 我都沒有這麼多型 打女人你怕不怕 我叫你給我拍照 哎呀 很明顯 要請得你 就是因為發韓商安排 都有問題 請那個這樣的思義回來 叫我們的薑糖 叫足幾個字 姜唐也沒出來 那有這麼尊重嗎 出來姜唐還要站在一角 為什麼呢 現在叫他把角落心脈 哎 那些粉絲 上網上升個偶像也不行 永久不合作就對了 哎呀 他們呀 不要再搞什麼首映會了 搞什麼我推的孩子 周邊相關限定點 那些就算了 說到永久不合作 我覺得有反應大了一點 那些贊助商 商場的東西呢 沒有什麼永久的嘛 還有呢 他們呢 那些贊助商呢 應該都是想和姜唐合照的 那被人搶先了 自己沒得拍 才是心心不憤的 我請一條條給他 其實呢 他不應該呢 就說永久不合作 應該繼續合作 推多一些活動 推多一些電影的這個 演員會 那他就更加多機會和姜唐合照 對不對 所以呢 他應該是更加多合作 和那個法華商 這樣呢 才可以製造機會的嘛 他應該極端思維 唉 不過呢 我對老先生 我覺得這次呢 最大責任是他老先生 你知道老先生是我的偶像 他有很大的期望 是不是 那時候很崇拜他 但是看著 那個姜唐 被一群群羊羊羊圍著 有什麼問題呢 我最大問題呢 是他 整個球 是嗎 他傷害不孝 出來的 對不對 老先生說他 我這個藝人 不理到這樣的嗎 是不是 沒理由見到一個 香港頂樓 香港最紅的人 變成這樣 身材 我們不去管理一下 怎麼管理世界經理人公司 老先生 我真的 希望你改進一下 實在你的粉絲很失望 就是你那些 酸民 黑梅 經常在抹黑我們 我們是姜唐 我們呀 作為鏡粉 真的要團結一點 說真的 不是因為這個優惠平台 哪不來我們的小粉絲 可以拿到這麼多 這些手影票 不是呀 我們連鏡仔 頭毛 我們都看不到 我有錢 也想選一個這樣的平台 把他們十二個 不是 他們十二個的活動 想起都開心 唉 這什麼活動呢 如果姜唐一個 都已經搞得這樣 總之十二個一起來 我真的不知道 那場面會搞得怎樣 所以我覺得 我一個 炸我眼睛 是不夠的 我覺得要請一位 認真空的 師傅 請林靜堅先生 上來助陣 就對了 知道為什麼嗎 林靜堅先生最著名 對付姜師 對不對 你們的姜唐粉絲 林靜堅先生 就鎮壓著你們 對不對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立即擔心 我肩膀 弄好了 悟悟仙子 唉 對於姜唐的愛 我真的要唱一首歌給她 我回去給她修補一下 嘩 都回去不知道做什麼 先唱一首歌 那邊看我的隊 想留住的幸運 我們和愛 其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